哈喽各位同学晚上好 欢迎来到大鹏教育鼓风人物 我们是这节课的主讲老师 这节课的话 我们依旧是我们的鼓风正笔人物 然后这节课的话 是我们的第三节课 第一个侦探案例的第三节课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能听到我的声音的话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说听不见声音的同学的话 可以及时反馈一下 能听到声音的同学可以打个1 听不见的同学可以及时跟我反馈一下 我们先把设备稍微测试一下 好然后我们继续来讲 能听到哈 那没有问题 这节课的话我们 就可以解决一个 之前有同学问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晚上好晚上好 手臂的一个制作对吧 我们之前是不是讲了 稍微带一点肩膀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的一个素体 然后这个人物素体的话 它是没有这个肩膀这一块 也就是没有三角肌这一块 对吧 所以我们会制作出这个一体的手臂 然后包括这个手会一起给它做出来 整体看起来是比较简单 那其实之前是有同学说 黑色的话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如果一会儿我们黑色颜色还是稍微有那么些不太清楚的话 我用肤色给大家做 好吧 这样的话大家看的稍微清楚一些 但是大家自己去做的时候还是要用黑色去做 因为整体的颜色会更协调一点 然后就制作我们的这个下摆的外层 外层的话它会稍微短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长度 上节课还是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们回顾一下 就第一个折胀它的下来的这个转折点 是在膝盖这一块 有同学去折的时候 它好像还是稍微有一点粘连 对吧 这个土稍微是有一些偏软的 所以就看起来还是稍微有一些粘连的 我们在做的时候还是要去把这个土稍微晾干一点点 就都去试一下 对吧 但我看那个同学做的 那个作业是我点的 所以我就知道 它其他的几块褶皱做得非常棒 是做得非常值得 所以说大家可能对于这种稍微带一点点 转折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褶皱呢 可能还是需要多去练习一下 这种直的这种管状褶皱 大家应该还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就其他的话就是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上衣跟腰带 对吧 都是比较简单的部分 然后还有就是手臂上的这个羽毛 羽毛的制作的话 一会儿会给大家讲一个比较简单的 大批量制作的一个方法 因为它是一个重复的部分 课堂上的话我可能会演示一部分 但是不会全部给它做完 全部做完的话比较枯燥 也浪费大家时间好吧 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这节课的实操部分啊 能看到我的双手对吧 左边的话是我们的步骤图 然后这个黑色的话 我还提前给大家做了一个曝光的这个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步骤图 这个它的这个手臂的话 就是稍微带一点点肌肉的对吧 我们去做的时候也是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结构 好晚上好 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始做 首先的话 因为我之前上节课的时候 跟大家讲了一下 做一个人物的时候 要去分析一下 先做哪个部分 后做哪个部分 那这个人物我们再去做的时候 大家应该也知道 要继续往哪个方向去做了 对吧 我们上节课的大概是完成到这个样子 对吧 就是下摆基本上是做完了 那我们继续去做的话 同样的肯定要把这个下半身的所有的地方全部做完 对吧 你不做完的话 你衔接腰带是衔接不了的 因为腰带去覆盖它嘛 对吧 腰带覆盖下摆下层的所有东西的接口 所以你要提前去这样去做 然后大家提前擀一个用素材图擀的一个薄片 大概是一毫米左右的一个厚度 用圆缺工具去切一个小圆 这个小圆的话是腰带上的一个装饰品 为什么用素材图去做 是因为素材图干了之后的话 它会比较偏这种半透明的一个质感 就比较像浴衣一样 对吧 然后把它放在旁边晾干就可以了 切下来之后 然后我们先去擀这个下摆的这个皮 颜色的话我是提前已经混好了 就是纯树脂黏土 它是纯树脂黏土啊 一定要听好 加一点点蓝色在里面 从学手办一直疫情不断 天天做核酸 今天被黄码老老实实 那没有办法 对吧 这个事情就是 大家有个事情可以做还是非常幸福的 我们稍微揉一下这个土 这个土是纯树脂土 只需要去调色就可以了 就加这样的一个蓝色 大概比例的话是二十分之一 就是一份树脂土 然后就是二十分之一嘛 对吧 二十分之一份这个土 就比较少 你混太多的话 会像我这个颜色一样比较深 太深的话 你这个擀出来的片的话 后面它可能这个透明的材质就表达不出来了 所以稍微给它做薄一点 然后我们把它稍微压一下 稍微压扁一点再去盖 这个片的话 大家看一下 大概也就是 可能就接近于八厘米左右 对吧 七八厘米左右 它反正是比这个内层的这个金色的这一块的话 要稍微短一些的 就没有这么长 放在文件夹里面去擀啊 我擀的话都是用棒针去擀 比较方便推平一点 当然比较厚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个擀面杖 稍微给它推开一些 在薄的地方去处理的时候 再用这个棒针 它比较好推一点 稍微给它推开一些 比较熟悉的同学就直接 直接给它擀开 对吧 然后稍微给它擀薄一点 尽量擀一大片 边缘的话 大家注意一下 不要推太薄了 一会儿掀不开 边缘可以适当的稍微厚一点 因为边缘太薄的话 你打开文件夹 它就裂开了 对吧 碎掉 边缘就 掀不起来 所以大家还稍微注意一下 感觉的时候 其实用不了多大的力气 注意尽量让它稍微均匀一点 推的话 你慢慢的推 如果说出现一根一根的这种横向的叶 你就竖着对吧 做交叉去擀 把它的这个叶给抵消掉 这样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交叉的叶 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泥片呢 它就会比较 看起来比较均匀一些 然后也会比较透一点 稍微给它擀开一些 遇到边缘 大家这个力气稍微收一收 对吧 你不要力气太大了 你看我这样去算的话 其实横向大概是有10厘米左右了 对吧 用UV胶 UV胶也可以 但是UV胶 你要是操作的好的话 你就用UV胶 那UV胶的话也是比较透的 但是我觉得没必要 那个东西有毒 我个人不是特别爱用UV胶 就是除非是特定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像 你做下水面啊 然后做一些透明镜 那种水花 飘浮起来的 在手上做一个什么法术啊 那种 对吧 会用到UV胶 除了一般情况下 我们能用树脂土 黏土做的东西就 别去用UV胶 别去用UV胶 它还挺贵的啊 那个东西又要烤 你站在手上的话也不太好弄 然后大家可以把它先拿起来 对着这个灯光照一下 看哪些地方不太均匀 然后我们再去给它稍微擀一下 有同学说这个要稍微薄一点吗 对 这个大家可以稍微给它擀薄一些 薄一点的话稍微要透一些啊 你要是太厚的话 它折出来的话 可能就比较泛白 然后你折的时候 可能也不太好折 比较越薄的话 它越容易做细节 因为我们上节课说了 这个内层的话 就是折子大方向 外层的话 就是这个折子的细节 对吧 所以我们去做的时候 就要注意一下这两个方向 就我做外层的时候 我要知道我去 其实可以去对一些细节的 你做内层的话 就主要是大的方向 跟它里面做一个支撑 对吧 好 差不多 这样大家看一下 其实还是比较透了 比较透的一个状态 你用这个去擀的话 你是能看得到它大概的一个宽度 对吧 我这个至少可以做五片出来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去定一下 比如说这个外层的折子的话 你可能有时候折的话 也不一定要折个四五个叶 对吧 你折个两三个其实也是行的 我们稍微再给它修一修 好 现在差不多我们就把它掀开 先的时候 你要朝一个面去掀啊 如果说它被这个文件带带起来了 你要轻轻的去帮它 处理一下这个边 这样不然它就取不下来 好 然后现在我们用这个刀片去取这个 你大概的话 用长刀片 放在这个切割垫上 取到五成十这样的一个样子 然后把它取下来 用手稍微辅助一下 然后把剩余的先盖上 一会儿我们再用 这一片取下来之后的话 用手轻轻的拿着 放在我们的这个电板上 稍微等它亮一下啊 你别直接就开始叠了 你开始叠的话就会粘在一起啊 你这同学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不要太心急了 我们做东西稍微慢一点 然后可以先把这个边缘稍微修一下啊 稍微修一下边 我们把这条边修成斜的 这样它可用的范围会比较大一点 然后轻轻的稍微给它抚平一下 下面的话给它去掉 然后从上方把它掀起来 你刚刚去压的时候 稍微这个手啊 不要用太大的力气啊 不然你压到这个切割垫上的话 一会儿又从切割垫上取不下来了 看到没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上升去做 稍微要短一点啊 所以我们去贴的时候 你先把它的这个距离留出来 比如说下面大概留个1厘米1.5左右啊 我们看一下 他下面的话大概留了两厘米 留两厘米 左右也可以 我现在是两厘米左右 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上方 多出来的先给它切掉 你可以稍微标记一下 比如说这儿 标记一下然后把多余的先切掉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跟我刚才说的差不多 8厘米左右 然后这个宽度的话是在5厘米左右 看到没 这比较透的一片啊 然后我们直接在身体上去折就行了 先给它折第一个 第一个前端的话可以稍微留一点 留一点边缘 然后折下去啊 折下去之后的话 稍微压一下 然后轻轻的往下顺 折这的话 大家应该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我觉得 对吧 都不用我多讲 大家就是稍微认真一点 然后手稍微慢一点 对吧 手稍微慢一点 我都不说大家手要稍微快一点 手稍微慢一点 你不然太快的话就容易站在一起 然后我们折第二个 第二个就叠在它上面 折第二个的时候大家就要开始注意了 它的走向到膝盖这儿 是不是 你就把第一片的这个边缘掀起来 然后从膝盖这儿去做这样的一个变化 但是我们先把这个顺到底 先给它做到底 然后我们把第三个折出来 稍微给它向上一些 第三个折出来之后的话 是不是 大概它转折的地方了 我们就稍微给它压一下 然后把另外一端 看一下啊 我们把另外一端的这个布片 给它抬起来 往上折 然后稍微拉一下 它自然而然就过来了 然后把这个边缘稍微给它收一下 稍微带一下 然后上端 上端部分的话 它有些过于的太出来了 我们可以稍微给它压实一点点 下端的话就是 它该有的这个形态有就可以了 注意跟内层的一个互动关系 稍微调整一下 稍微调整一下 你想让它稍微再出来一点 褶皱打的更开一些也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想让它稍微回去一些 都可以 因为你去调的话 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褶皱去进行调整 比如说你内层的话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它的出来的这个效果 和它能不能飘太多出来 对吧 这个要根据自己的这个人物去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它弯折进去的这个地方 若隐若现的留一些这个金色的部分出来 然后我们做第二片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第二片的话是不是就更简单 我知道大家做的这个垂直的这样的 会做起来更容易一些 我们大概也是从这边去 去 接近五厘米左右吧 然后给它滑下来 稍微有一点点破 没关系啊 你把它放在这个切割垫上稍微亮一下 亮的同时大家可以去稍微调整一下这种 有褶皱的地方 容易破 容易破取的时候用这个刀片 刀片去把它的这个头这个地方堆积在一起 贴在刀片上然后轻轻的拿起来 如果拿不起来的话 用这个手稍微辅助一下啊 老师是滴姜吗 这个是树脂黏土 老师那脸膜有没有眼眶 用哪种更好一点 我用的是这个巨蟹 无眼眶的 然后还有这个圆销 圆销是有眼眶的 看你们个人习惯啊 只要是偏正太罗利一点的都可以用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 褶皱这个地方稍微给它扶平一些 你不能让它上面有这个褶皱对吧 这种皱纹给它去掉 用手稍微给它去掉一些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长度 长度的话现在是9厘米左右是够的啊 我们就直接给它切掉就行了 直接切掉 切掉之后 然后直接上上去折 用的巨像的树脂黏土 巨像的 然后它的这个边 我们稍微从这个地方开始 对吧 你稍微留一些金色的出来 颜色加了一点点 哎 你们是没有听吗 我加了一点点这个蓝色二十分之一啊 迟到怎么回事 然后 把这个前端给它贴死 贴住 对吧 用手摁住 然后我们折第一个 折下来之后的话 我们稍微顺一下啊 不要扯破了 刚刚已经有同学跟我说 扯破了 所以我们要稍微慢一点 对吧 稍微轻一点 它还是有一点点脆弱的啊 然后再折过来 把前端给它稍微压紧 然后慢慢的朝下顺 你折三个就行了吗 对吧 我都不要求大家折太多 折太多的话 你们也不太好操作 然后我们折最后一个 可最后一个的话 你顺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你会挨着这个 我们的前面的一个褶子 靠的会比较近一些 所以你去调的时候 手要稍微慢一些 尽量的话 让它们两个稍微分开一点点 然后同样的 把第一片这个前端不算 稍微掀起来一些 给它向反方向稍微拉一下 给它掀起来 这样你的褶皱看上去 它才会比较密 你不掀起来的话 它看起来会 可能就会少那么一点点 就感觉没这么多 对吧 最后一个我们稍微再加固一下 慢慢的给它加固一下 加固一下 然后再给它轻轻的掀开 看到没 你做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下 别把旁边的压着了 来听挖歌讲课 快去听挖歌讲课呀 白褶群 它外层的这个样子的话 大家去做的时候呢 就可以稍微少折一点 然后让它飘起来 对吧 飘起来的这个动态呢 不要太大了 尽量还是贴着这个外层 好像塑料 这个还不太像塑料 一会上了极光粉 更像塑料 我们一会上点紫色的极光粉 然后背后的话 大家可以准备两片小的 也可以准备一片大的 看你们能不能折嘛 大的如果说你一片能折出来也可以 我就准备 先准备一片大的 我把它分开 为什么 其实大部分的这个 鼓缝人物的衣服 我们都做了拆解 应该有同学已经发现了 为什么要去做拆解呢 是为了让大家 更好的完成作品 而不是说 拆解的东西 就跟鼓缝没有关系 实际上 你拆解的做会了 你做大的也是一样的 它不外乎就是皮稍微大了一点 对吧 你这样把它掀起来 它比较好拿一点 老师做手套的效果 是要接手指吗 这个手的话是直接 直接做的 戴手臂的 不接手指 直接做出来的 然后我们现在给看一下 它整个长度是多少 挖歌讲的很详细 快去好好听挖歌上歌 你们不是上日曼吗 然后大概数一下 接近于7厘米左右 我们先把这个上半部分先去掉 然后中间的话 你看你要不要去给它分开 如果说不分开的话 我们就直接去折 我们把它稍微取下来 它其实的话 我们翻个面稍微晾一下 有点湿 一定不要湿啊 湿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不要太湿了啊 稍微等它晾一下 你看现在有一点点沾手 大家要亮到哪种程度呢 就是不要沾手啊 你看 你去摸一下啊 一定要摸一下 你不摸的话 你拿在手上一块一贴上去 瞬间粘在一起 把这些什么小圆孔啊 这种给它压一下去掉 咱们这一期的同学的 那个福利视频 我已经做完了 大家积极一点啊 好好听课 好吧 福利视频我已经录完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折 后面的话 你就用一片就行了吧 有同学如果说 想表达效果更好一点的话 你两片的话也可以 我们去折第一个 折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啊 我折这种管状者折的方法呢 都是中指垫在中间 然后大拇指稍微去辅助一下 大拇指跟食指去辅助 管状者就不要把它压死了 就上端贴近于身体就可以了 听课了 作业还没做出来 咱们的那个是 只要做十节课的作业 每节课都认识听了就有 十节课你们都 作业都不做吗 就有一点点过分了啊 十节课总得做做吧 对吧 总得敷衍一下我 对吧 然后我们把旁边 讲一个方法吧 如果说你不太好去做的话 你可以轻轻的用这个棒针 对吧 穿在里面 然后给它压在一起 这样也是一个方法 但你的这个下半部分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些垂在了这个褶皱片的外面 所以就会造成你压不过去 你可以把这个稍微掀起来一点点 这样你棒针就从内侧啊 它就比较容易推过来了 这个褶皱的话 它稍微带一点点形态啊 就是朝这个 从背后来看是朝左边飘的 所以做起来也是比较容易的啊 然后我们继续折 你看我都折得比较慢 给它叠在一起 然后用中指垫在中间 这个大拇指跟食指去给它造型 然后角度的话朝左边去带 然后现在大家看这个褶皱是不是越来越朝下了 一会儿的话可能就会接不上 对不对 可能就会接不上 一会儿福利视频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这个我后面录的都是比较统一的 之前的话可能就是那个视频剪辑的时候 它有那个转码的问题 先将就看看吧 我们先把它折完 然后再调整一下位置啊 最外的这一片你可以选择不折 折了的话你要把它翻过去 就是把这个褶皱翻到下面去 看到没 翻到下面去稍微拉扯一下 好拉扯完之后的话 我们把它先接在一起 然后把这个褶皱整块的掀起来 我们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重新贴一下 它是不粘的 因为我们没有用这个白乳胶 看到没 稍微向上挪一下 好 上白乳胶可以给它贴一下了啊 它其实到这种拌干时候的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去给它做拉伸处理了 因为它可能刚刚取出来的时候会比较容易破 但是它到了后面的话 它会越来越有韧性 我们把这个褶子稍微翻一下啊 多去给它翻一下 然后外侧的这一块 稍微给它朝左边带一带 然后后续就是上这个极光粉就可以了 褶皱不要做的过于均匀啊 大家做的过于均匀的话 就跟刚才有个同学说的像那个白褶裙对吧 五蜂人物可以稍微不是特别均匀对吧 你除非说特定的一些地方需要对称 除了的话就大家不要做的过于的对称跟均匀 还是加一点白胶 觉得它应该会掉下来 大家稍微上一点点白胶啊 然后腰部同样的稍微去给它擀实一些 一会儿贴腰带的话会比较好贴一点 这就是外层 外层的话我们做到这就差不多了 我们放在旁边 然后去把上衣的这个泥片给它擀出来 什么 去看了一下画画的了 一大堆课程要上 真惨 然后上衣的话大家可以选择加这个素材组或者说不加 这个白色的话我们可以提前赶出来稍微亮一下 然后黑色的话我是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这一块的话是加了这个树脂土的 我们就用这个去擀一下它的这个领口 它会更薄一点 衣服的话它是比较贴身的 所以这时候 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啊 就是可以稍微有一些厚度 因为太薄的话 有些同学的上身躯干部分可能去做了一些结构 比如说胸腔啊 或者说什么肚脐啊腹肌什么的 你要是太薄的话 它可能就会勒出了一个形状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厚一点点 然后去把这个形状稍微周盖一下 但是也不能太厚啊 有同学听到厚就觉得开心 可以稍微厚一点 然后感到特别厚 倒也不要特别厚啊 领口的话 我一般都会直接给它往上去贴 就或者说贴正面不贴背面 做法的话有很多种 像这种类似于甲两件啊 对吧 你可以直接只贴灵子 然后内侧的话你就 其他地方就不贴 看你个人 如果说你能掌握好它的厚度的话 你就可以只贴领口 掌握不好的话就全贴好吗 好 现在我们就去贴一下这个内层 内层的话 我们就贴一个甲领吧 大概的话一厘米左右的一个厚度 你去贴的时候你要知道自己的哪个地方是下方 哪个地方是上 对吧 这个黑色的是用了书纸的白色没有用啊 然后我们把它先朝这个领口 它是这种就是这种领口叫什么 三角还是叫基心啊 我不知道啊 我觉得四川这边好像是叫基心领啊 V字领吧 就是它前面会有一定的这个 开叉的地方 我们可以这样去绕一圈 因为它会有一定的拉伸 对吧 然后把它绕过来 给它这样贴上 但是这个不能断了啊 我这个稍微拉的有点破 就不太行 我们重新找一片 大概一厘米左右 先从左边给它找到我们的这个胸骨柄方向 然后朝右边去绕 绕的时候 要绕过脖子的时候呢 大家多去拉伸一下 然后前段部分的话 一定要让它稍微直一些 然后斜方机这个地方稍微按压一下 给它压紧 对吧 这样是不是它就有这种层级感了 然后我们稍微去掉一些 衣服的包法的话也有很多种啊 我们这一刻的话 可以用前后片 就是直接给它切出来 然后包上 就是前后两侧 也可以像包这个 领口一样 擀一个稍微长一点的白 这个白色的薄片 这样绕一圈 然后把两侧剪掉 懂我的意思吧 就稍微大一点 要不我们试一下吧 你们想看哪种 就是前后片还是说去绕一圈 前后片的话 我们就是把这个 这个前端的话 给它我看一下它的大小啊 前端的话 我们去做一个微字领 然后去掉 去掉之后的话 你就直接给它贴上去就行了 这是一个方法啊 然后贴到尖这个地方 看到没 这个是不是要简单一点 然后下方的话 你就直接贴到这个裤子这个地方 我们的大剪刀来准备一下 沿着下面这条边给它剪掉 然后这个的话 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它是需要有一点点 因为衣服嘛 它是这样包过来穿的 就是古代的这个人的衣服 所以你去要压个印 什么印呢 就是你穿衣服的这样的一个 收过来的一个收口 就朝我们这条线 往下去压就可以了 一直压到腰这个地方 这个是前后片的一个贴法啊 然后我们再重新给它取下来 试一下我们的另外一种做法 重新改一片啊 这个白色的这一层的话 就是纯小歌笔啊 我们改一个长片去包 我们看一下长片包出来 有什么样的效果 大家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式 或者说大家比较容易操作的方式 刚刚贴了前片应该会贴后片吧 白色的这一层 会贴就没有问题啊 然后这个黑色的 大家先不要扔它吧 一会儿要去在白色上 稍微去做一层这个装饰 我们先把它留着 然后擀一下这个长片 就稍微长一点啊 这个白棒稍微有点细灰 稍微长一点 这个宽度的话 大概在4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不要 不要太宽 4-5厘米左右 然后我们可以 给它 剪掉 多余的先剪掉 大家就看一下这个方法啊 我们先来绕一圈 把这个平的这一边对准 同样的它还是在下面 而且大家去做的时候 一定要把厚的这一边 放在下面 你可以稍微多放一点 这样它在下面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去修平你 躯干上的不足 明白我的意思吧 不是说大家的身体做的不好 有些同学是做了结构 主要是怕这个结构 显现太多在外面 其实 你结构太多在外面的话 它会就 感觉这个衣服很透 对吧 那实际上呢 你又穿到这个两层 对吧 所以这样就不太好 让我们慢慢的给它 绕过来 这个上面稍微牵一下啊 你可以把这个地方稍微固定一下 然后在脖子这个地方 稍微去调整它的这个角度 从后面脖子这个地方去调整角度 这样你才能把它包过来 好大概的话就是从这边包过来之后的话 你要注意像它干湿的情况 边的话你别拉着拉着 它就变直 变成弯的了啊 弯的肯定就不行了 我们先给它包上 然后把那些边边角角全部修掉 把后面的这个往前面去 把这个后面的这一层的话 往前面去送 对吧 有点深微吗 我们稍微再调整一下啊 有点深微 我们就稍微给它调整一下 把这个黑色调整一下 深微 就是你发现了这种问题的话 就及时调整吧 你要是觉得深的话 你就稍微往上贴一点 对吧 我们先把白色的取下来吧 都一样啊 你调整的话 你们就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是怎么去调整的 这个东西的话 调整起来也会比较简单 看到没 这样把它包起来 同样也是包起来啊 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 然后多余的这些边角 先给它剪掉 然后我们重新继续来贴 这个白色的这一层啊 这一层的话也是同样的 你要注意它的这个斜边 跟黑色的对齐 对吧 是不是 其实调整起来也挺快的嘛 就费不了大家多少时间 稍微长一点吧 这样绕过来 绕过来之后 后面没有包上的地方 不用管它 我是不是贴反了呀 应该没有吧 先给它包起来 好 这样包起来之后的话 我们把这个后面的往前推 给它捏起来 捏成一个小三角 然后剪掉 因为这个人物是带这个披肩的 所以可以这样去做 如果不带披肩的 大家去绕的时候就要稍微小心一点啊 一定要把它处理干净 对吧 剪掉之后的话 稍微抚平一下 它还是个高领 然后两侧的话 也是收在一起 从边缘往内侧去挤 你不要一下子就给它捏进去了 捏进去你怎么剪呢 剪不了啊 对吧 然后稍微去把边缘给它稍微打磨一下 这边的话也是一样的 你从边缘慢慢的靠近肩膀这个地方去挤它 稍微打磨一下 好 前端部分的话 我们用稍微直一点的剪刀 稍微修一下啊 沿着腰带这个地方 腰带的话 你从侧面就能看得到 它从什么地方开始的 好 剪掉之后 剪掉之后的话 我们稍微去调整一下 就比如说 你想让它稍微有些褶皱 用磅针顶在里面 往上面去挑 看到没 挑起来 然后压下去 然后做一个斜边 这边也是一样的 从侧面开口的地方给它挑起来 然后做挤压 朝这个 它的这个衣服方向去啊 然后稍微给它压一下 这个第一个挑起来的稍微给它开成两个 对吧 然后稍微给它过渡一下啊 用这种稍微更粗一点的磅针的部分 去给它稍微过渡一下 你别压的实在是稍微有一点 过于的太深了 对吧 这个褶皱 然后它上面的往下 给它稍微过渡一下 压一压 给它推到腰上 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 多余的地方用笔刀给它切掉 切掉之后把它取下来 那其实小哥比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容易去做 然后边缘同样的啊 大家边去做 就边去往内侧去收 收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一下 它收进去了之后 你要考虑后面 能不能用这个腰带给它包上啊 所以说你还是得用这个磅针刷下去 给它往身体上去使劲压一压 让它更服贴一点 不然你后面做出来的话 这个腰带是不是就把它压不住 整体来说的话 好 这个就是我们上身 对吧 然后你要去装饰一下它的话 大家要注意这个厚片啊 你看我拿着拿着 它就被我压扁了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你去做的时候呢 可以等它稍微干一点了 对吧 再继续去做 我们可以切一个黑色的细条 去围一圈 稍微装饰一下 白色的这一层 我们把这个桌面稍微清理一下啊 把这些土稍微吸走 把它摆正 摆正之后的话稍微切一下 粗细的话大家自己去决定 但是不要太粗啊 太粗的话就有点离谱 我把这个人先放着 不太好操作 这个像有树脂的这样的一个细条呢 它整体来说的话干的会比较快一些 所以大家去做的时候 有可能白色的衣服做完之后 它这一块已经干了 对吧 很正常 然后我们去贴一下 用点的方法 先去把它走的这个路径先给它点出来 你要去贴的这一段的话 先给它切平 我们大概贴到这个后面不用绕一圈 就贴到这个领口 的这个肩膀的二分之一处 因为它有这个披肩遮住 我们就可以剪掉了 剪掉之后我们再去贴另一边就行了 那边的话你直接给它收在腰带 靠内的位置 对吧 它留出来的这个距离都是差不多相等的 看一下这个长度够不够啊 应该差不多 好 大概的话就是这样去贴一下就行了 好 现在的话我们就去做一下它的这个前进 就是一般来说的话是叫什么来着 BC 对吧 其实它比较窄 我做的这个比较窄 它的一个成型的方式呢也是一个薄片 然后飘带的话大家都已经 非常熟悉了 对吧 大家做的那个叫什么 我们第一 就是前面的这个零散的课里面讲的 前五节课里面的 波形者之后里面是不是讲了一下这个飘带的做法 稍微推薄一点点 看起来推起来很丝滑啊 然后它的这个旁边呢是有一定云纹的 我们可以去 稍微画一下 就稍微去把它的这个 一朵一朵 然后向下的这个层次感 给它画出来 就是画几朵云 这个应该对大家来说很简单吧 用磕刀去画就行了 可以等它稍微干一点 我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偏湿 一会我们要稍微去修一下这个毛边 你画两朵 然后向下 然后整体的话 大概你要留个接近于1.5左右的一个宽度去折这个飘带 你不要留太窄了 太窄的话折不了 对吧 然后向下 整体的长度的话大家稍微 不要太长 好吧 根据自己的人物的这个下摆去定 你大概从中间垂下来 有这么长 就可以了 不要太长了 太长的话有点奇怪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边先给它修了啊 我先轻轻的把它掀起来 不要让它粘在一起 这个边的话我们去修一下 就是不要要这种毛毛茬对吧 这种小毛边 然后下端的话去掉 去掉之后 等它干了 你在上面去画一些小云朵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 看着啊 大家别睡着了啊 飘带 前进把它捏起来 对吧 去塑造一下 然后 这是第一个褶子 第二个褶子顺着它 然后朝下面去捏 就是它的旁边 我们开第二个 第二个怎么开出来 第二个用大拇指 两个大拇指互相 就是 从中间挤出一个来 对吧 它这边把它给挡住 然后这边往上面一推 它是不是就靠近 我们的第二个 然后你再往下去顺 顺了之后的话 我们是不是学过 堆叠 堆叠的话就是你这个大转弯的地方 你给它做一个非常大的这种小弯钩 然后让它挤在一起 然后再向内侧 左右两边向内侧去挤压 对吧 让它收在一起的一个感觉 稍微压一压 然后前端 我们从上面 第一根褶皱往上去顺 给它对折一下 就折一个 我们 开的这样的一个褶皱 对吧 这样你把它顺在一起 它是不是就变窄了 变窄之后的话 整体长度里稍微去控制一下 然后下面的话 我们就去把它下面拉成那种 流苏状 对吧 大家看一下 流苏状的话 就是大概控制在1厘米左右 用这个 我们的这个 笔刀工具 去刻画 然后让它收在一起 最后 把这一块多余的地方 让它往内侧收一收 包在一起 是没有白色的 可以用别的颜色吗 可以 但是你整体配色要稍微好看一点啊 就是不要太跳了 就是整个颜色之间的过渡关系的话 不要太跳了 然后我们往旁边去给它放一下 你中间要垫一点棉花 就是它一根很 这个比较 若不经风的这样的一个褶皱 它没有任何的支撑力 它没有任何的支撑力 我们特别是在这个靠我们持骨这个地方 你不把它撑住 它就贴在了这个持骨上 不太好看 对吧 这样把它垫起来 然后你也可以用点状接口的一个方法 什么叫点状接口 就是在我们的干掉的这个褶皱片上去挤一点白胶 然后直接给它固定在这儿 这样它是不是就掉不下来了 形状也就固定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做一下我们的这个腰带啊 腰带的话我们用这个加了树脂土的 稍微偏厚一点点 稍微偏厚一点点啊 听清楚 整个的腰带的一个宽度的话 大概的话是在 一点 一点一点二的样子啊 不要太宽了 太宽的话会显得这个地方 不太合适 长度的话你尽可能的稍微长一点 不然你一会儿围起来的时候又围不住 对吧 这个片的话 我们把它先擀出来 然后放在旁边稍微晾干一下 因为它在干了之后 它会有一定韧性 这个肯定是需要大家稍微去拉拉扯一下的 让它勒得更深一点 就是让腰带这一块勒得更深一点 所以大家可以放在旁边稍微等它晾干一点 我这个是有一定厚度的啊 树脂土干了怎么弄软 就是有一个 囊书家是有一个 树脂土软化剂 可以用那个东西 树脂土是没办法去蒸软的 因为小哥比的话可以用那个蒸蛋器去蒸 但是树脂土蒸了之后它就硬了 只能用软化剂去给它变软 我们稍微等它亮一下啊 然后我们现在擀一个大片 用这个树脂土擀一个大片 我们稍微再加一点点吧 然后再弄一些树脂土出来 擀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片去做这个羽毛 你可以先把羽毛做了 稍微混一下 大家看一下就是直接黑色加这个树脂土了 有些地方干掉的我都扔了 去向的500克的这个还是量比较足 对吧 还是比较好用的 而且 黑色调进去之后 它会非常的黑 然后那种油的发亮的那种色 给它揉匀 给它揉匀 我们准备一个大片啊 大概的话就比较薄一点 然后我们把它切掉 嗯 它虽然说是可以批量生产 但是 你也不能太批量了 太多了 对吧 太多的话 后面也操作不了 然后同样的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文件袋里面去 因为这个需要稍微湿润一些的 我们先把这个腰带做了 这个腰带现在是不是表面已经晾干了 我们把它翻过来 我们把晾干的那一面 对准我们的这个需要贴的地方 是吧 大概就切一厘米左右啊 找准它的线 把它切下来 你可以适当宽那么一点点 但是不要太宽了啊 听清楚不要太宽 然后上下方的话 各去切一个叶 让它稍微装饰一下啊 有这么一个感觉 让它更有层次感一些 然后两头的话去掉 去一头也行 因为一会贴的话 你就 还是会收在一起嘛 对吧 来晚了 没关系 我们先听 好吧 然后让它的中段 对准我们的这个接口线的中间 给它贴上去 这时候肯定有同学发现 完了 我的这个下摆这个 是不是感觉很厚 突然想打喷体啊 那厚怎么办呢 现在还能不能处理呢 可以 我们用笔刀工具 稍微去给它削薄一点 你不能让它太厚嘛 对吧 它可能不太好削 我们用稍微快一点的刀片 应该是可以的 用这种拉锯子的方法 你看吧 我说不要让大家贴太厚吧 你看我贴的这个都 已经算比较薄了 但是它还是厚 然后同样的 我们找到它的这个中心位置 然后给它贴过来 可以用嫩黄色 可以的 可以 嫩黄色也行 收口的话朝侧面啊 朝下垂的这只手臂这边 就是左边 我们挤上一点白胶 这个位置差不多 嗯 有白胶吗 挤上一点白胶 让它固定住 接口处的话 让它稍微 接上啊一定要 接口朝垂下来的这个手臂这边 不要贴错方向了啊 然后现在用磅针去把这个腰带的正中间稍微压一下 让它有一个承上 旗下的这样的一个腰的一个侧线 好 现在我们用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做流速的那个线 大家还记得它吧 我们把它剪一截下来 去做装饰 装饰 装饰在什么地方呢 装饰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把这儿稍微推一下 刚刚压的有点过了 也是开头的话也是从这边 然后我们把它贴上去直接 你也可以直接在这个线上去涂一层白胶 这样它会更服贴一点 因为这个线的话 它其实不太容易 粘的比较 牢固啊 就 大家可以稍微多挤一点白胶 我们贴在整个腰带的正中间位置 慢慢的给它拉过去 对吧 拉过去之后就接在一起了 接在一起直接剪掉啊 不贴双层啊 就贴单线就可以了 没有这个线的同学 就可以用这个 银色粘土替代 切一条 稍微细一点的银色的线 然后我们把刚才的这个 诶 哪去了 我们把这个刚才切下来的这个 小圆给它贴在正中间 找到我们整个身体的正中间位置 把它挤一点白胶 然后把它贴上去 你可以在上面画一个小衫 对吧 然后旁边的话 装一点珍珠稍微装饰一下 铜丝也可以 但是铜丝勒起来的话 可能会把这个腰带类变形 要稍微小心一点 我们用这个 三个号的珍珠去给它做装饰 依次地解 看做起来是挺快的嘛 对吧 鼓励一下自己 真棒 然后 我家珍珠是比较慢的那种啊 就大家多担待 因为它老滑来滑去的 我也没有那个取这种半面钻的那种工具 然后朝旁边 你要稍微压一下这个 这个珍珠的话稍微压一下 你不压的话 它其实很容易脱 这种东西它就不是特别容易固定的住 然后旁边稍微小一号啊 找一个比它小的 看我把它夹起来 我都快屏住呼吸了 夹起来了 粘在了我的镊子上 放上去 稍微压一下 对 铜丝太硬了 不服贴 等一下 为什么 很雪现在才来 抓住了啊 然后再继续贴啊 你要是觉得 其实在靠内测的话 它其实就不太看得见了 大家要节约一下这个珍珠的话 就可以不贴了 有些同学的名字 自我可记得清清楚楚 好 然后给它稍微压一下啊 这样的话 其实你从正面去看 它这个装饰是比较全的就行了 对吧 从正面看它其实比较全 然后现在我们 就接下来继续去做 我们先做手臂 把手臂做了 来 手臂做多长 来个同学 唤醒一下大家 还记得手臂要做多长吗 我讲过吧 应该是讲过的吧 应该是讲过的吧 我收拾一下 你们先回忆一下啊 这个基础的人体 这种东西可不能忘啊 適用于每个人物 手要做多长 中阶课的老师应该也是讲过的啊 Q版 你现在才来呀 难道不是吗 谁现在才来 对 我叫木木三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 木木三同学说了 到我们的当部 也就是持股联合 手腕 就这个地方啊 到持股联合 所以我们在做手臂的时候 先去找到你的持股联合 然后搓一个长条 这还是能记得住啊 还是有同学记得住啊 这个东西一定要记住啊 不然有些同学做的手又长了 又短了 记得记得 好 我们现在拿出凡士林 这个是一体手臂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把这个手掌部分先压出来 这个手的话 大概就做两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不要做太大了啊 你从下巴到发际线的话 他可能也就2.5左右啊 就大概的话就是2.5左右 他不是特别长 给你们量一下吧 我做的这个手的话也就是2厘米左右 看到没 你这个到发际线的话 他其实也就2.2左右 对吧 要做太大的话 小孩是不是不太适合呀 对吧 哎呦 他还不太好插回去 我们2厘米左右 我们2厘米左右给他压下去啊 你看你先做哪只手 然后抹上凡士林 赶紧抹 现在就抹 因为是做整只手臂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好 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怎么去测量做的这个手 比较好一点 好做一点 程度比较合适一些 把 现在把这个手腕这个地方 对准这个持股联合 持股联合 你应该还是找得到的吗 对吧 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看一下嘛 自己的裤子的那个中间接口位置 然后到上方 今天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接口 你看你手要不要做这么壮啊 然后直接剪掉 看着大家别睡着了 不要睡着了啊 然后贴着我们的这个 大家看一下 贴着这个尖这个地方 给它往上挤 挤出这个三角肌 然后到了这个 我们到这个 胳膊柔的这个地方 对吧 手肘这个地方 稍微压一下 我早就来了 好吧 可能是今天你没有说话啊 然后我们把 再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 去把 手的这个 手臂的形状 稍微给它塑造一下 抹一点点 凡事你就可以了 手 手肘的这个地方的话 它会有一个收进去的一个趋势 收进去 然后我们把手腕稍微搓一下啊 说细一点 大家就看一下这个基础形 我放在电板上 应该看的比较清楚 整个的一个形状的话 它是靠近这个手肘处稍微宽一点 然后手腕就越来越细 手肘这个地方 是比较细的 然后它到了这个 大壁这个地方 越往上 到三角肌这个地方 又开始宽起来了 注意它的这个结构变化 然后从侧面来看的话 如果说 有同学要去做 我们的公二头肌 公三头肌的话 你要去把这个 三角肌这个形状先给它压出来 对吧 压出来之后的话 从侧面来看 三角肌这个地方 是比较突出的 然后 我们的这个公二头肌 在内侧嘛 对吧 你可以稍微给它带到一点点 所以侧面的这个曲线的话 就是 手肘的在外面 然后手肘的这个心里面 然后它有一个弧度 对吧 这样看起来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两只手的手臂都是这样的 然后你形状修好之后 再放在这个 身上去看一下 合不合适 对吧 看起来是合适的一个样子 就行了 自然下垂肩宽的话 也不要过于的宽了 也不要过于的宽了 稍微调整一下 三角肌的这个大小 稍微调整一下三角肌的大小 不要溜肩啊 就往上去给它挤一下 不要造成一个溜肩的一个状态 后面要贴羽毛 虽然说会遮住看不见 但是你不要溜肩 对吧 睡不着 下午睡多了 今天晚上睡不着 再认真听课 非常棒啊 好 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 手上是抹了凡士林的 那这个人物的手的话 应该是我们的 右手 对吧 是我们的右手 一定要记清楚 是我们自己的右手 那他去做这样的一个拿键 往后去拿键的动作的话 大家看一下我的手 是不是 弯的特别厉害 他向后去的这个趋势会比较厉害 所以你提前得把这个 手肘给他稍微往后掰一下 看一下 整体的这个形态 哎我这个手 先拿稳他就抖 往后去 对吧 然后大拇指的话 他就是在前方了嘛 所以你去剪的时候 大拇指是在前方的 我们先把大拇指剪出来 先剪一个 然后给他分开 基础型是不是又出来了 手套一样的 然后大拇指稍微搓一下 搓一下之后 注意啊 这个手是不是这样的 你拿键嘛 是不是虎口特别的宽 所以说 大拇指这个地方 给他使劲的 往旁边去推 把虎口位置给他分开 后宽一点 看到没 拓宽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你至少要稍微宽一点嘛 你别太窄了 太窄的话 你拿不住这个东西 对吧 稍微剪短一点点 他自然下垂是能握住的 因为他不靠大拇指 大拇指 只是起到一个 扶着这把键的一个作用 而不是说 要去把这个键握住 对吧 握住的话 靠其他四个指头 其他四个指头的话 我们先把他的大关系做出来 就是说我是要这样的 对吧 我们可以提前欲去折一下 稍微给他捏薄一点点 然后手腕部分的这个形态给他压出来 拖细一点 朝后去的趋势啊 好然后现在我们把四指都给他剪出来 然后拖细就可以了 因为他是戴手套的嘛 所以也不需要大家做的非常的细致 但是不要敷衍啊 就是为什么不需要大家做的特别细致呢 因为像戴手套的这样的一个手的话 他肯定会看起来会比较膨胀一点 为什么会比较膨胀 手套他是有一定厚度的 对吧 我们把它折一下 然后同样的先把中指这分开 把其他两个手指朝外面掰 因为现在他是向内收的这个手指 所以你要朝外面去掰一下 然后把手指稍微捏一下 朝外带一带搓圆一点 给他压一压啊 然后做出三个转折的地方 大概是不是就折过去了 折过去了 我们把另外两只手指做了就可以了 折瓶指的话 稍微比小拇指粗一些 小拇指的话稍微简短一点 折瓶指稍微给他搓一下啊 然后指尖部分稍微塑造一下 再把它折过来 折过来之后往内侧去折 小拇指的话同样的 好 现在大部分的这个结构我们都做完了 你只需要去把它折的这个弯折的关节 稍微给他塑造一下就行了 然后从手背来看的话 用我们的细节针工具啊 细节针工具去把 手背的话 用细节针工具稍微去调整一下 它的这个 指缝处就可以了 指缝的话我们用抹刀 稍微去压一下 然后它该推平的地方给它推平 对吧 然后这个手向后去的这个趋势 一定要把它赶到后面去 对吧 稍微立起来一些 它这样才能把这个键拿得住 对吧 调整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装一个棒针工具 斜着向后 看到没 它刚好能把它拿住 然后放在身体上去 放在身体上的话 就主要是调整一下这个三角肌的形状 其他的地方就别动它了 因为你刚好能拿住这个键 对吧 从侧面来看的话 它稍微是 手度的话稍微有一点偏厚的 它其实后面的话 会用这个 会被这个大袖子给遮住啊 手臂是唇超轻的啊 手臂是唇超轻的 然后我们做另外一只手臂 然后我们做另外一只手臂 另外一只手臂的话也是同样的 我们先去把它的这个 长度先给它确认出来 把桌面稍微收一下 稍微粗长一点点 稍微粗长一些 然后两厘米给它压下去 对吧 这个手的教大家已经做过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做手的那节课 大家就已经做过这样的手了 就是做一个二指分开的 然后 手腕关节这个地方 稍微给它搓细一些 搓细了之后 其他的结构我们要先去测量一下 把它放上去 你可以跟自己的这只手来做一个比较 它的粗细什么的 现在偏粗啊 就先把它摘下来吧 摘下来啊 不要不要不要上白胶贴在身体上哦 现在还没到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后面 下节课把袖子做了 才能贴上去 稍微开一下风扇 大家要去注意一下 它整体的一个粗细 对比着自己做好的这只手来 稍微粗细一点点 然后对准它 我们直接给它剪掉 做出三角肌 用这种弯剪去剪 三角肌的形状推出来 放在身体上去看一下可以 然后手肘的话 也是找到跟它的这个手肘处 一个位置啊 大概也就是 你做小孩的话 一比一嘛 也可以 一般来说大臂要稍微长一点点 小臂的话稍微短一些 稍微再抹一点 凡是你在这个手掌上 然后这只手的话 它是折起来的 所以大家去做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把人物先拿过来 把我们的躯干先拿过来 然后把它放上去 放上去之后 三角肌这个地方稍微推一推 给它折起来 它大概的话是 靠胸的 然后手掌朝下 听清楚啊 靠胸 手掌朝下 这样去折 折了之后的话 因为你就光这样去折 肯定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们需要用磅针工具 去再手 手肘这个地方稍微压一下 内侧 对吧 然后再把我们的 阴嘴这块骨头给它推出来 看到没 看一下这个剪影啊 阴嘴稍微给它推出来一点 不用这么尖 但是它这种笔直的一个状态 跟三角肌的这个对比关系 对吧 这有 然后手掌是朝下的 看一下 手掌朝下 对吧 手掌是朝下的 所以从正面去看的话 它其实稍微是有点平 然后 现在轻轻的把手掌 往上就是 手心的话朝着我们人 去 掰动一下 这样你在拍照的时候才好看 我们为了拍照的话 我们是可以把这个 手掌朝着 我们人 对吧 我们自己 这样你看起来 它的这个剪影 才是笔触这样的一个 剪指的 如果你 如果你不去的话 它就是一个平的嘛 平的 你拍出来肯定是不好看的 明白了吧 这也是一个就是 平时拍照的时候 大家提前去考虑的一些事情 我怎么做 能够尽可能的让观众啊 让观众看到更多的我的作品的全面性 好 然后同样去把这个大拇指的话 现在就是 是在那一层嘛 对吧 给它剪出来 剪出来之后的话 无可为止 稍微给它 压下去 吹下去 然后大拇指稍微搓一搓 下四个指头 让它抬起来 塑造一下这个基本型 对吧 这样开口的一个状态 先去塑造这样的一个开口状态 后面才比较好去做 稍微搓一下 好 然后把这个手指给它剪出来 剪到一半 然后掰下去 把食指跟我们的中指先剪出来 给它搓细 中指的话也搓长搓细 对吧 然后食指的话稍微剪掉一些 不要有中指这么长 边缘稍微修一下 有之前有个同学跟我说 老师我做的手指是不是细了 你可以跟你的手掌做一个比较 对吧 然后做出剑指的状态 调整一下它的侧面 曲线 让它稍微直一些 然后另外两只手指的话 也是剪出来 小拇指先往下掰一掰 然后先把这个无名指给它搓出来 护面指搓出来之后 往下去掰 调整一下 然后小拇指也是同样的 给它搓出来 然后修掉一些 因为小拇指要稍微短一点嘛 对吧 调整一下 然后往旁边去给它贴合在一起 然后两只手指都往下去收 然后现在让四指并浓 对吧 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剪影的一个状态 对吧 是不是 就是 这个打开的这么的一个趋势 大拇指要不要驱过去 看你自己 对吧 要让它驱过去的话也行 让它靠拢 谷克为止稍微修一下 好 现在再上升去多调整一下 它向外去的这个趋势 你看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它是不是就从我们的正面 就能看得出来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手势 这就是我们手臂戴手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现在还是比较简单的 对吧 有了手之后 整个人看起来就比较精神多了 有手的这个小道掌 然后把这个尖 这个地方稍微调整一下 这边也稍微让它贴紧一些 好 然后现在你把手的整体的状态 上升看过之后 整个动态没有问题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棉花上去晾干 突然感觉看到了大熊猫 为什么 放在这个棉花上去晾干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 我们没有做的这个羽毛 我们把这个刚才擀的这个片给它取出来 然后让它稍微再擀薄一点 稍微再薄一点 给它擀一下 羽毛的话大家 去成型的时候用刀片 给它分到1.5厘米左右的一个长条 宽度的话在5毫米左右 或者说6毫米左右就行了 长度的话就是在2厘米左右嘛 稍微长一点吧 我这个的话就是1.5左右也行 长的短的都来一些 对吧 给它分出来 就先剪成这样的一个小长片 看着啊 然后现在 我们把它的这个边缘 把这个边缘 给它修一下 修成这种圆的 黑白色 手臂是 黑的啊 那可能是个熊猫吧 修成这样的一个偏 圆形的 看到没 偏这样的一个圆形的 然后我们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的话 我们用这个 笔刀工具 朝中间压一下 不要把它切断 压一下 然后斜口 这样斜着 朝中间的这个 斜口朝中间的这个 去做拉 拉丝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就斑 这样慢慢的去拉 拉出来的线条 它就是这个羽毛的线条 如果说 拉断了 没有关系啊 说明做的比较 仿真一点 然后最上端的这两个小尖尖 我们把它切掉 看到没 这就是羽毛 大家都去准备一点 羽毛用纯的小个笔 跟树枝黏土 都可以 都可以 感觉Q版的这个男人 有点帅和这个差不多呢 差别应该还是有点大啊 就是可能大家觉得配色有点接近 然后大家先去准备一下 我们下节课去贴好吧 羽毛的做法大家明白了吗 就批量生产 先去多准备一点这样的小条 然后把边剪出来之后 大批量的用这个笔刀去刻 可能多花一点点时间啊 羽毛的成型方式 然后我们现在来上个色 把这个下摆的颜色稍微上一下 我垫一张纸 再切一下羽毛 羽毛可以用具象吗 可以 等一下吧 我们先把色上了 然后再带大家切一下羽毛好吧 我可以一会在纸上给大家画一下 然后大家准备好一个小刷子 我们去上个色 大家看一下效果 我上的是这个紫色的极光粉啊 你就从上往下去刷 不要刷太多啊 刷少刷一点 然后越靠近接口的这种地方 可以给它扫的更浓一些 让它有这个变化就可以了 然后越靠下的地方呢 就扫的更淡一点 让它隐隐约约 对吧 就行了 羽毛可以用模具吗 可以 什么模具啊 羽毛还有模具吗 你不嫌模具难得翻吗 你不嫌模具难得翻 你可以用模具 然后这个地方给它扫上 然后下面部分的话稍微扫淡一点 让它有一个形成自然而然的一个渐变的一个效果 对吧 像这种地方稍微给它扫深一点 稍微补一下 看到没 上了色之后的质感 跟补上色的质感是不一样的 同学们 好吧 可以上色粉 可以 但是 它跟这个极光粉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上的 色粉的话 你要是有珠光色 我觉得也行 但是 你看极光粉 它其实主要就是 体现出这种 绸缎的感觉 不是之前有同学说这个 像塑料片吗 但是你上了极光粉之后 它其实就不这么塑料了 它可能就比较像那种丝绸 对吧 像绸缎这样的一个感觉 其实我们做人物嘛 就是为了去贴近现实 所以才去做了一些 类似的这种操作 对吧 都是为了去表达材质 所以给它 扫淡一些 就下方的这种地方 是不是整体看起来就效果好多了 拼多多上随便搜一个极光粉就可以了 不用什么牌子的 极光粉的木树都是比较细的 这个是 这个是 这是紫片金啊 就是紫色的 然后再说一个问题啊 我这个 这个底子是什么颜色 底子是蓝色对吧 扫的这个极光粉是什么颜色 扫的极光粉是紫色的 为什么要这么去做 有同学 发动一下自己的小脑瓜 别睡着了 我们快准备下课了 为什么这么去做 有同学想得出来吗 快想想 是不是因为出渐变效果 不是同色系 你看紫色到蓝色 蓝色是不是就出渐变效果了 对 它是宁静色系的 所以它更容易出 这样的一个渐变效果 其实扫上去之后 它就渐变了 对吧 所以大家去做的时候 有时候就可以靠这种方式去做 比如说我底子做一个色 然后我扫这个色粉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颜色 这样的话 它出来的这个效果呢 它可能就渐变了 就不要用单色去做渐变 双色做渐变 它虽然说是宁静色 但是它出来的渐变效果的话 可能会更自然一些 更舒服一点 看起来 对吧 然后我们再切一下羽毛 我先画一个图吧 羽毛的一个成型过程 首先的话是一个小方片 对吧 我们把这个小方片 剪成了一个 下面是稍微椭圆一点的 一个小方片 对吧 然后我们再把它画大一点 因为黑色大家可能看的不清楚 我们用笔刀朝中间去给它压个印 不要压太深 不要把它压断 然后去斜着这样去切 对吧 斜着这样去切 然后最后把我涂黑的这个地方去掉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羽毛的样子了 懂了吗 是不是用纸更好表达一点 你们要再切一下 我也可以给你们切一下 你再操作一下吧 放大一点点 边缘稍微修一下 多大 1.5厘米左右 对吧 然后宽度的话 6毫米左右 然后中间来一刀 对吧 不要切断 然后斜着 给它划拉一下 对吧 斜着切的时候 你可以让它切断 分开 但是你还是要注意 不要有太多切断的地方 这样它就散架了 对吧 多去划拉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最上面的 这两个小三角给它去掉 最上面的小三角去掉 看到没 嗯 换个颜色 换个肉色吧 肉色应该看得清楚吧 要做多少 大概的话 一边可能要个 5 15 15片左右 一共的话 准备30片左右是够贴了啊 贴的稍微密一点的同学 就30片左右也差不多了 没事做一点这种重复性的东西 其实也不是特别麻烦啊 就是稍微花费一点点时间 可以让家里的小朋友帮忙 对吧 这种装饰性的东西它就是这样的 我稍微做大一点嘛 我换一个工具去切啊 大家用笔刀就行了 要稍微压一下 对吧 然后用 这个给它切开 切得太深了 你切的时候要像我现在这样 边切边往中间挪 给它扶着点 然后慢慢的滑开 另外一边的话也是一样的 做对称性的 你中间要是容易给它切断的话 你就稍微用手压着点 没有关系的 它不会真的分开 但你别太用力了啊 太用力的话就有点过分了 然后把上端给它剪掉 看到没 然后比如说有些地方 你想让它更残缺一点 对吧 残缺的小羽毛 我们可以给它开个口 然后 剪一根下来 也是可以的 左右两边都可以去塑造一下 羽毛的话有时候它可以有一些动态 比如说你让它卷起来 对吧 那种卷起来的感觉 开口的话会比较容易一些 呃 大家自己去做可以做的精细一点 比如说像我现在这样 每片羽毛都去开一些口 对吧 然后让它稍微有一些卷去的地方 整体的这个感觉它就会比较自然一些 有点像做树叶 是有一点像 那边缘的话你可以修嘛 太胖的话 你觉得它太胖了不好看 我就稍微给它朝 这个 羽毛尖部分稍微给它修一下 对吧 给它修窄一点 也是可以的 对吧 整体的这个形态 嗯 有图案 图案的话 我们画一下吧 就 比较简单 你画一点云纹在上面就可以了 就是 像 我看一下干没有啊 稍微放大一点 就画一些小云朵 就顺着它的这个边缘去画 对吧 然后卷起来 稍微去掉一下 这个笔上 就用铅笔去画 它就是这种灰色的 它画了不会掉下来的 这样画一些云纹在上面就行了 不用画的太复杂 稍微表达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在网上找一些云纹的图案 你们也可以照着我原始案例的这个去画 我这个画的比较小一些 看到没 稍微小一点 它这个的话是非常 就比较小啊 可以截个图 你们 遮一下 遮一下光 大概是这样子的 就是不用画的特别细 表达一下就行了 网上去找一个参考也可以 好 这就是咱们这节课的内容啊 内容的话 有点多 终于说了 有点多了啊 元宵巨蟹都可以 元宵和巨蟹都可以啊 巨蟹的话 那我可不准把这个羽毛丢掉 那可太难搞了 这个羽毛 元宵和巨蟹都可以 巨蟹的话用无眼眶的这个 元宵翻出来稍微修一下啊 要要修一下 元宵的脸稍微有点偏肉 你翻出来之后的话 它可能是 我画一下 可能下面的话 它稍微要肉一点 对吧 有点像这种Q版的 这种肉包子的这个地方 我们给它稍微调一下 让它稍微转折更明显一些 这个地方 就修这条线就可以了 稍微收一下 收一收 老师 飘带上面的是珍珠吗 对 这个是珍珠 大家贴珍珠就可以了 对下巴它有点肉 就太幼了 先传个课吧 有些同学要看回放 有些同学要看回放